近日,宋祖德在微博爆料自己旅游时找伴游的经历,看了网友直呼有趣,他在微博中趁旅游景点的伴游,白天陪玩晚上陪水,这两年冒出来的伴游,其实就是变相卖淫。 我曾在一个景点请过一个伴游,开价三百两小时,我以为游玩就没事了,没想到女孩子晚上穿得特别性感,到我住的酒店来敲门了,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色情服务,他说是公司规定的配套服务,如果我不跟他作纳了,他自己就得交五百给公司,无论我怎么劝他都不走,我无可奈何,把费用给了他。 我严肃告诉他,我是修缠之人,不需要这种服务,劝他另外找份工作,女孩临走的时候说,我今天遇到好男人了,我第一次碰到只给钱不做的男人,你是真男人宋祖德所称的伴游,相信网友们也早有耳闻,网上关于伴游的各种传闻,数不胜数,宋祖德自爆找伴游的经历,让网友觉得有趣。 宋祖德还称,一个男人,必须对自己狠点,经不起诱惑的男人,最终会穷困潦倒,有网友留言道,真男人,比何炯强多了,前不久,何炯点赞华裔,被网友指责不配为人事表,何炯知道事情不妙,随后删除该挑微博,没想到网友早就截图何炯点赞,华裔的那条博文变发质网上,引起网友泡风,很多网友表示,何炯为君子, 相拔写华裔和明星,又怕网友愤怒失去人气,真是让人又当什么,又立牌坊,网友的话有点过激,但何炯山微博的举动确实诟病,宋祖德对此还专门发文炮轰何炯,称其是非不明,无耻低俗,并要求他道歉,此从宋祖德支持柴使官,炮轰娱乐圈各色小鲜肉,以及湖南卫视主持人何炯,现了以来,很多网友对他录转粉,甚至黑转粉, 虽然宋祖德的言语果迹,甚至有乌言会语,但网友还是对他的耿直表示支持,不知道各位读者,认同宋祖德的话吗?对宋祖德字谱,找伴有经历,网友